记者陈建志台中报道,台中太平人口近19万人,但至今污水下水道用户接管率为0,因新光水资源中心明年就能完工,为提升太平接管密度,改善大理稀,汉稀水值,市府水利局将推动太平污水下水道系统兴建,预计5年内让全区接管率达18%, 其中新光第一期计划,经立伟和新城争取获营建署补助,将适资8亿多新建,可让7000多户接管,今天举行说明会,希望民众配合施工提升生活品质。 立伟和新城今天表示,太平是台中人口第4多的行政区,但目前收集家庭废水的污水下水道用户端接管率为0,为提升下水道接管率改善水值,向营建署争取新光东新光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一期工程共8,35亿补助。 上月底正式获核定,中央将补助88%,今天邀请市府水利局进行简报,多位里长都出席关心。 市府水利局韩乃宾副局长今天表示,太平下水道系统依水流方向分为福田,新光和太平水资源中心三大系统,其中福田系统西新光, 预计赤字6亿新建,可接管4400户,第一期工程目前正在施工,预计明年2月完工,强调从明年开始到111年,市府将投入21亿,完成11000多户接管,让全区用户接管率达到18%。 韩乃宾表示,因新光水资源中心明年4月就能完工,市府将分4期投入45亿,陆续推动新光,东新光,污水下水道系统,预计将东新光,秦义科大附近, 太平都市计划区远28000户完成接管,其中第一期以获内政部营建署核定,辟设范围包含太平区新高,新城,新坪,新吉,宜昌,宜新,宜家7里,分支管网共期, 3公里,户属7060户,预计明年中就能陆续动工。 韩乃宾表示,因此此事进行用户端接管,将会在用户后方防火箱等地方施工,为让民众了解施工过程,施工前将会在各里各社区召开说明会,届时也请民众配合施工。